各位朋友又見面 第四班今天跑馬地 不知為何跑馬的記憶力好像又好一點 我叫他掌者賽馬日記 趁記憶力還在的時候 就說自己為何會贏為何會輸 我發現賭馬得不錯 又要看報紙和馬經 已經有一個閱讀的因素 然後又看一看 又說一看 我的老朋友和同學都說 我以前說話是很流利的 現在越來越老 就說幾個字 又要想一下用什麼詞語 是明顯差了 但是見到那些賽馬 腦裏的邏輯也是在那裡 也好 應該可以減慢這個腦年癡癌症 1800米 我的邏輯是傾向選擇一些輕一點 有些叫重 有些叫中 有些叫輕 輕之中 就要選擇一些有賽職的 現在 1號 就重磅 但是有紅色格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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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跑始程 但是紅色 就是獨贏有紅色格 有紅色格 那這些 2號仔 就是潘頓 上兩次賽事都這麼威風 這個潘頓 你看到畫面 綠色紅色 我呢 就喜歡 7號 因為這一場馬 只有三隻馬 就贏過 1號 3號 還有7號 7號 會力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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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贏過一次 對手 一次第三 一次落地 那 照正 就是上名 就是 多過落地 每一倍 那 楊明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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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過中場圖 這個 呃 都贏過的 他贏過馬的 中場圖 現在我又不記得那隻馬 那隻馬 那隻馬 上次跑 跑 跑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 結彩奔芬一起跑 那隻馬 我現在忘記了 這叫老年痴外症 待會我就會記得 那這個 呃 五檔 不出不入 這樣 我呢 如果買一隻 我就會 選一隻7線 起碼10倍 貪心一下 1號當然是好 贏過一次 三次落地 而且上一次 30倍 何明倫 名次上就最高 上一場名次最高的 就是1號 第四名 那這個活力得勝 就是 第八名 那活力得勝 有一件事 就是 他上一次 呃 這個 斯卓鋒跑 49倍 跑第八 那是不是 這一次 這一次 好一點呢 騎斯好一點 檔位好一點 又不是 都是揚名倫巴 華張 那 那 但是 飛數呢 隔晚呢 就是6.7 貼士指數 都是幾十倍的 那 他現在呢 就 7號 就 10倍 看看 有沒有六格仔 我喜歡1.7 那 那個莫雷拉 那一隻 就 很吸引的 是不是 就是最輕磅 最輕磅 但是這隻馬 跑過一次 就落地 上一仗 就跑2000 就排 摩雷拉 跑就 排11 上次是 7.6倍 這次是 6.2倍 那不知道 他是 試著路程 還是 想 降下班 再考慮 那 甜酒杯 初跑 此程 上次 就 何宅堯 3.0倍 就是熱門來的 跑第七 一號子位置都沒有 今晚 就 配了巴道 那 於是 就成為這個 少於10倍的 熱門之一 那 甜酒杯 隔晚是14倍的 就是臨場 就有些跟進飛的 那 我就 再看看今晚 巴道 說了 那 田泰安 怎樣 田泰安 就是6號神舟福星 就 只是 跑過兩次第三 四次第四 三次落地 照賽職就不夠7號 不夠1 不夠7 那 程翠 他就 蝕欣 都是130 磅 上面的 這些 既然有1 2 1 1 1號 的賽職就比 3號好 3號現在 20倍 四十倍 國能騎 跑第六 冷門 這隻 都可以想 因為 他贏過 也贏過一次 現在看看 有什麼 六格仔 對 是的 記得了 楊明倫騎 這個語龍共舞 跑這個 偏長途 不是很長 都在沙田贏過 他那些 中長途都 當是有個紀錄 不錯 現在進入 現在還是沒有人挑戰 二號仔 沒有人挑戰 潘頓 潘頓 這隻馬 初跑始程 紅色 7號 就熱了 9.5 至10倍 我也蠻喜歡 7號 沒有落飛的跡象 我這場 最後一分鐘 前面快一點 中間位置 甜酒杯都快 大愛當 超有趣的走上去 第三位 馬注聲輝 第四位 外面白衣白魔的情趣 巴注內蘭第五 綠心粉紅帽 就是自保區 第六位 新界之星 尾五位置 內蘭南曼洲 世紀之威 後面四隻馬 神州福星 活力得勝 紫色衫尾三 再後面兩隻 榮滑在尾耳 暫時包到尾的馬 是生生福運 轉滿冠彎 前面帶頭的馬 就是超可愛 折離了 大概一個多新位 接著第二位 甜酒杯 第三位 馬注聲輝 在外面 第四位 還有白衣白魔 情趣 綠心粉紅帽 至保區 然後第五 再後面有新界之星 現在帶頭的自保區 昨天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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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在外面就榮滑 現在騎上來了 內蘭退了 尾四星 一兩秒鐘速度明顯快了 有人來挑戰這個波 前面在中間佔先 外面情趣追著 移了出去外面 有這隻自保區 內蘭超有趣 在外面蓋的馬 就是榮滑 外面還有馬注聲輝 繞到最後二百米 自保區在中間已經透出 外面榮滑追著 在內蘭位置還有馬注聲輝 在下一層馬就是情趣 接近中標 自保區仍是佔先 榮滑越迫越近 自保區仍是榮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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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雷拉和潘頓 因為我第一眼看到 自保區仍是榮滑 但是榮滑 真的逐步逐步上來 一對三名部隊 果然這個想不到 又沒有落飛 是嗎 我想潘頓好像 比較好處 他發力比較早 但我覺得潘頓到先 潘頓到先 一號仔 第三 現在莫雷拉都站得很好 那些游名倫都沒有拍 第四名就是九號的新界之星 二搭十一 只有十一倍 最後都落了很多票 這些就是 但是 今天看馬經 就頂著莫雷拉 從未上名 這個路程 十一號榮滑 但是他的優點 就是最輕綁 中場圖輕綁 有莫雷拉騎 在後勁上來 就搞定了這個Win 搞定了這條Q 第三位 馬駐聲輝 第四位 外面白山白波的情趣 二號自保區 就是潘頓騎 初跑此程 但是 臨場雄甲 這隻 很多人不買 紫色三 尾三 在後面的兩隻 榮滑在尾二 暫時包在尾的馬 是三三複雲 這次跑出來 超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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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萬十幾倍 到現在幾十倍 第三位 就是這隻馬駐聲輝 在他外面 第四位 還有白山白波 是情趣 六三粉紅帽 自保區 第五馬 有這隻 世紀之威 尾四大面箍 淺藍三 就是神州復星 後面三隻 有這隻 活力得勝 榮滑 紅帽 紫色眼罩 在尾二 暫時包尾 仍然是那隻 生生福雲 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超得意 帶來一個新位 甜酒杯 跟著第二 第三位 外面情趣 上了些 第四位 還有這隻 馬豬聲輝 第五位 六三粉紅帽 出去了二塌 自保區 在外面蓋的馬 新界之聲 外面榮滑 現在騎上來 尾四世紀 智慧 尾三活力得勝 尾二 神州復星 包尾那隻 是生生福雲 進直路 甜酒杯 在中間佔 外面情趣追他 移了出去外面 有這隻自保區 有這隻 潘頓這隻 紅綠三 自保區 在中間已經透出了 紅綠三發力 在內蘭 未至中馬柱聲輝 是比較好 發力 但他重磅 後面的莫尼拉 衝上來 最後一步 就輸了一點 現在莫尼拉 可以早一點法力 或是跟前一點 他就贏了 他沒斷走勢 明顯比二號 二號重磅 差20磅 還有 118和131 差10 10磅以上 他搞定 這隻也是 好 好的 一起看看頭場出場